而基隆市历届社区理事长社会服务协进会 7号是由理事长郑景州来带队 一行120人参访了花莲市 在花莲市长魏嘉贤的建议下 就近到民生社区来观摩交流 而魏嘉贤也欢迎林理事长等人到花莲来参访 也希望除了是观光之外 也能够借此了解在地人文特色以及历史背景 基隆市历届社区理事长社区服务协进会 由理事长郑景州带队 7号上午来到了民生社区服务占 受到花莲市长魏嘉贤及民生社区干部们的热情欢迎 郑景州表示 协会成员以理长和社区发展协会干部居多 希望可以借由跨县市交流来带动社区发展 市长魏嘉贤表示民生社区环境优美除了具有文化资产历史建物之外 也是花莲市工商经年中枢 希望基隆的朋友到花莲来能够爱上花莲 那我们今天可以安排了民生社区跟这些理事长来做相关的联系 那主要也是介绍花莲的特色 那也希望介绍花莲在地在办理相关的一个社区发展一个工作 那有别于别人不一样的部分来做一个相关的交流 也希望基隆社区如果有些比较特殊的 也能够给我们花莲一些宝贵的经验 那在此也特别感谢郑里市长来到花莲 那我们希望花莲有更多的朋友们 除了来观光之外也能够了解在地的人文特色 跟一些历史上面的一个背景 那民生社区除了社区的发展之外 也有老的一个城区 还有相关的我们历史建物 像是江军府还有检察长宿舍 那还有松原别馆这附近都在这里 还有美尼西 那希望有更多朋友能够了解花莲爱上花莲 那欢迎更多的社区来到花莲走走看看 民生社区也由理事长和理长 共同向基隆的朋友介绍社区特色 及协会工作重点方针 同时也和基隆的社区来交换经验相互学习 希望可以促进彼此的社区发展与进步 介络会幻视报道